先前我们已经谈完了这个 Osonomal Set 那在现代里面 我们其实想要看一堆向量 我们都会把它摆在矩阵里面 就像这样子 所以这里面就有两个向量 这两个向量 那个是彼尺垂直内积是0 那如果你今天把它 前面这个东西把它摆横的 那这里在原本的摆直的 那我们这样子把它做成法之后呢 自己跟自己是同一个向量 这里当然会是1 但是这两个向量呢 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正交级 会是0 那这边跟这边也是不同的向量 就是0 这里跟这里就是1 对于一个矩阵 它的行向量是正交 那它的专制乘上它自己 就会等于一个单位矩阵 刚才这个特性呢 其实并不需要 它是一个方阵 但如果它今天呢 是一个方阵 它的这个航向量 都构成了一个正交级 我们就说它是一个 オソコノマトリス 好 这边要注意的哦 这里叫做オソノモ 这里叫做オソコノ 好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名词上的物质 但是都误用了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需要彼此都是 彼此都是オソノモ 也是那个长度唯一 这样才叫オソコノセ 事实上没有一个说法 叫做オソノモマトリス 虽然我们感觉它叫 オソノモマトリス 比较好 但是并没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像这两个例子 它都叫做オソコノマトリス 并不是オソノモマトリス 那就是彼此怎样呢 对 这两个就任何两行 彼此是互相垂直的 而且呢 长度都是1 根据前面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推到一个特性 就是说以一个方正 它是オソコノ 那其实就是我们知道嘛 Q 对 Qt 乘上Q 会等于I 也就是Q的反矩正 就会是Qt 在前面如果不是方正的时候 它不一定有反矩正 但如果它现在是方正的话呢 对 那这边的反矩正 其实就会存在 我们就有Q的反矩正 是Qt 也就是它的反矩正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写 那个V的反矩正呢 其实也是很好写的 就是把它怎样 把它这个 把它写成直的 010 然后呢 这边变成001 那这边变成100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反矩正 所以オソコノ 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它的转质 就等于它的反矩正